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杨子问张艺山,为啥最近疏远我了? 张艺山,她让我离你远点。 有一次,杨子质问张艺山,你这段时间怎么老躲着我,怕你小女朋友吃醋啊? 张艺山支支呜呜回答不出来。 杨子直接急了,到底怎么了? 你不说我就生气了啊? 咱们俩这关系还有必要必会吗? 张艺山这才尴尬的说了出来,我女朋友不让我跟你走得太近,她喜欢吃醋。 杨子瞬间无语,只能和张艺山保持距离。 杨子和张艺山都是北京胡同长大的。 1999年,杨子参演了个人首部影视作品《如此出山》,而正式进入演艺圈,同一时间, 张艺山也出引了《小兵张嘎》,两个小童星就此斩露头角,被人熟知。 后来又因拍摄《家有儿女》,两个小朋友就此相识。 杨子比张艺山还小一岁,可当时因为发育得太好,个头比张艺山高出一大截,所以才能引了姐姐。 从两人第一次见面,杨子就对这个弟弟诸多不满。 拍戏时,杨子喜欢在旁边观看张艺山表演,越看越觉得张艺山长得像夏宇和江文,当时夏宇,江文已经是影帝级别的人物了。 杨子就认定张艺山是夏宇私生子或者是江文亲戚,靠关系走后门才能获得演戏的名额。 杨子瞬间对张艺山好感全无,甚至还会莫名其妙地给他甩帘子。 张艺山年纪虽小,但也看出了猫腻,收工后他拉着杨子质问,你从拍戏就一直挤对我,到底什么意思啊? 杨子直言,你不就是夏宇私生子吗? 有什么可显摆的,像你这种走后门进来的,我根本就看不起你。 张艺山摆口默辩,只能拉着工作人员帮忙解释,澄清自己是靠能力换取的演戏机会,杨子才得以罢休。 两个小朋友握手言和,成了真正的好朋友。 就这样一直拍了两部戏,他们俩也养成了很好的默契,一次放学,张艺山慌忙找到杨子家有儿女三要拍了,你什么时候进组啊? 杨子听了却一脸疑惑,什么时候拍?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。 他赶紧跑回家质问父亲,才发现是父亲把这个机会给推掉了。 因为拍完前两部的时候,杨子的父亲就给宋丹丹打了电话, 丹姐,您看我家杨子跟您拍了那么久的戏,他以后到底能不能吃这晚饭啊? 宋丹丹一听毫不犹豫地回答,杨子啊,还是算了吧,以他的长相是不适合在娱乐圈打拼的,没有优势,还是好好学习,找个稳定的工作吧。 杨子父亲听完后,死活也不让杨子继续演戏,还把家有儿女三的邀约给推掉了,杨子知道后还和家里大吵了一架。 天生不服输的他不顾父母反对,拼命学习暗自较劲,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,还和张艺山成了同班同学。 刚进大学,杨子就获得了不少的演出机会,出演了幸福来敲门新树战长沙,但都没为他带来很多的热度,观众对他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, 很多人认为他只能跑跑龙套,事业不会再有巅峰了。 可谁能料到,在2016年,杨子与刘涛,蒋新联合主演的《欢乐颂》一经播出,就引起全网讨论, 他所饰演的邱莹莹成了直长小白的代表。 杨子凭借该剧顺利提名白玉兰奖的最佳女配,和金英奖观众最喜爱女演员。 之后杨子的事业资源就如同开挂一样,成了新一代热播剧女神。 与此同时,张艺山也凭借网剧于最收获大家的喜爱,他们俩真算是成功再度爆红的童星了。 作为很多观众看着长大的小童星,能力口碑都很不错,所以也都期待着他们俩的关系能够再进一步。 一次采访,记者问张艺山,你和杨子从小一起长大,又在同一所大学,你俩会在一起谈恋爱吗? 没想到张艺山净撇撇嘴,我们俩还是算了吧,毕竟认识太长时间了,太熟了就没法下手了。 另一边刘涛也问杨子,如果有一天,你发现自己爱上了张艺山怎么办?杨子却笑了,那你突然发现爱上了自己爸爸怎么办? 这的是多么诡异的画面啊! 所以俩人就一直保持着有达以上,恋人未满的关系,不过在张艺山谈恋爱的时候,小女友还是对他们这种闺蜜情感到吃醋,于是就让张艺山和杨子保持距离。 杨子对此很不理解,就找到张艺山质问清楚。 没想到张艺山不耐烦的解释,我女朋友不想让我跟你走得太近,她容易吃醋。 杨子虽然无语,但也只能尊重她的想法,毕竟人家才是真正的小情侣,所以即使张艺山分手后,两人也只维持着朋友关系,谁都不敢朝前迈一步。 杨子已经30岁了,还是单身状态,其实最大的原因是离不开她那大大咧咧的性格。 人家拍戏都能因戏生情,她只能是收获了一大批哥们。 和李线合作的亲爱的热爱的那也是年度爆红剧,曾有主持人问过李线,你在拍戏的时候会对杨子心动吗? 没想到李线笑着说,你竟然让我对我的哥们心动? 明明和张艺兴传出了绯闻,放别的女明星身上肯定会逼。 会,但杨子还大胆在节目中喊话澄清。 就算两个人碰巧穿上了同款睡衣,她也都没有一丝尴尬,还在节目中和张艺兴互动,杨子在现实生活中是真的活成了男孩子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感谢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感谢观看